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拍照 谁就得死 女主人公特别喜欢照相 但是她比较内向 她看到学校的一个帅哥 就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但是没想到帅哥注意到了她 她害羞地跑开了 她跑到了打工的古董店 她的好朋友小李说 她找到了一个老式的照相机 想把它送给女主 女主高兴地用照相机给她拍了一张 趁着这个空档 她想要亲女主一下 但是女主害羞地跑了 回到家里后 女主拿着照相机 想要给自家的狗狗拍一张照片 但是狗狗害怕地后退 这个时候闺蜜突然冲了进来 这才救了狗狗一命 女主就被闺蜜拉到一个舞会 然后中途出现了一对男女 小李还在翻看着照相机里的东西 她看到了几张照片 于是她把照片发了出来 没想到突然找出一个黑影 而且这个黑影并不是她自己的影子 把幕布掀开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小李刚放松下来就发现一个黑影 冲了出来 女主这边刚进入晚会 就碰到了在学校遇到的帅哥 她和女主聊得很开心 女主给闺蜜 帅哥 还有一对情侣 用照相机拍了一张 她忽然注意到有一个黑影 但是看照片 却发现很正常 这个时候一个女人也出来了 她给自己来了一张自拍照 本来还想继续拍 但这个时候警察就来了 原来是小李已经死在了她的房间里 警察来这里询问女主小李的情况 女主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自己才和小李见了面 她怎么会死了呢 她回到家里发照片的时候 发现自拍的那个女人身后有个黑影 在第二天那个女人就死了 所以女主人公感觉到了事情的诡异 她发现那个女人的照片上没有了影子 为了不让小伙伴们出事 她决定把照相机砸了 但是伤害却反弹到了她的身上 她把所有的小伙伴都叫到了一起 说明了情况 但是没有人相信她 一个同伴提出把照片烧了 自己闺蜜的身上就开始着火 而且用灭火器也灭不掉 所以只能把照片上的火灭掉 几个人才恢复的正常 过了一会儿照片复原了 几个人终于相信了相机的诡异 他们打算找到和相机配套的东西 看里面是否有线索 结果刚找到鬼就出现了 幸亏手电筒的光照了一下 女主才躲过一劫 女主赶紧给好朋友打电话 让他们不要一个人待着 但是正好男朋友去找护士 女孩就死了 几个人没办法 只好继续寻找线索 终于他们找到了相机的时间 他们去寻找1974年10月到12月的新闻 结果发现那时有一个老师绑架了三个学生 最后还变态的拍了照片 最后被枪杀死了 这个鬼就是这个老师了 因为死了女朋友 这个暴脾气就暴走了 结果把警察给揍了 就被抓进了监狱 这时候的他才冷静下来 几个人也知道了黑影是能转移的 几个人去找男老师的妻子 去了以后看到了老阿姨 阿姨告诉几个人 他有个女儿 反应比较慢 爸爸就给女儿买了照相机 但是也因为这个 同学们都嘲笑他 还给他拍了比较丑陋的照片 发到了学校 女孩受不了就自杀 而父亲受不了 就把这个孩子绑架了 但其中有一个孩子跑了 所以如果让黑影不再纠缠 就必须让最后一个孩子死去 这个时候在监狱里的暴脾气 被鬼找上了就死了 那第四个学生就是警长 这个时候警长也来了 他给女主坦白 原来照片并不是几个学生拍的 老师就是个变态 他们本来想拍照片来当作证据 没想到被老师发现了 就去追杀他们 而女孩也因为内疚自杀了 警长也被拍进了照片里 没过一会儿就挂了 剩下几个人开始逃亡 女主这个时候想到了古董殿发生的事情 于是她就利用光来对付鬼 鬼也怕热 就带着闺蜜去了浴室 打开了热水 鬼果然不好进来 只好转身追另一个人 女主想到一个办法 给自己先拍一张 把鬼吸引了过来 趁机把鬼也拍了进去 先把照片揉了 但是她的手也被拍进了照片里 她的手也受伤了 照片又复原了 女主忍着痛把照片烧了 三个人才得救了 最后女主把照相机扔进了大海 希望她再也不会重见天日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 浴室一定要多思考 必须要团结起来 千万不能浮躁 不然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还把很多东西弄得一团糟 所以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